因为那件事情 我俩吵架嘛 我当时也很急 我觉得吵架 吵完架以后 闹冷战分手 然后这件事情以后 他还和他朋友说了 因为我俩知道手机密码 那次我偷偷地 看他手机来着 他和他朋友说了 然后我今天 把截屏和录屏 带给大家了 希望平衡老师 和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不是 你们怎么这样 人家的那个微信 人家的聊天 你看了就看了 你还截屏啊 因为他一直在说我 我们能看吗 可以 可以看 可以 你也是真没底线 那咱看吧 我觉得你其实 自己想清楚就好了 就是 我觉得 你谈恋爱 就是开心嘛 而且你谈恋爱 就是图什么 图他对你好 你喜欢他 我觉得一个人 要是对你 就是不像之前 那样子了 对你没那么好了 对你没那么在意了 你可能很明显地 感觉到他对你 就是 不弄什么了 我觉得 就可以 差不多结束了 就我也不想说 劝你和好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 他对你这样子 就没有必要 你懂吧 就没有必要 再和好什么的 这个就是朋友 在劝分手是吧 是你的闺蜜是吧 对 因为我那次 他刷完网课那件事嘛 我当时 挂完电话之后 我就气哭了 当时真的 他语气太差了 然后我一气之下 我就把他删了 那几天 他一直换着电话 给我发消息 打电话 我都没有接 后面是过了几天 部门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俩刚好碰到了 碰到之后 吃了顿饭 聊了几个钟头吧 虽然我当时特别难受 但是我也不是真的 想跟他分手 就是他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那么生气 然后这个事情过后 我俩后面也就和好了 其实这件事情 对我造成的困扰 也挺大的 因为他和他朋友聊天嘛 他就会对我造成一些 比较恶劣的影响 就是 啥恶劣的影响 就比如说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然后他朋友们都知道了 然后可能对我的就是言论 可能就不太友好 你那么在乎别人的说法 不是在乎在乎 他的感受呢 这小孩 那他这种 你认为的所谓连体 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我觉得是有一定影响的 因为我比较那个 喜欢那个打游戏 有段时间直播很兴起 当时我就想 那个一边打游戏嘛 一边开直播 正好能赚赚钱呀 以后可以带他去旅旅游啊 或者是吃吃饭呀什么的 都挺好的 然后他是有点不理解我 我就觉得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俩的未来好呀 但是他就有点不太理解 其实我不是不理解他 因为刚开始直播 一天都要播四五个钟头 然后他自己学业上的事情 他自己也耽搁了 那段时间我俩就是一直在冷战 他播的时候 他每天播四五个钟头 我们根本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行 了解了 还有别的吗 孩子 还有就是我俩一个是南方 一个是北方嘛 平常寒暑假的时候 肯定就是异地恋 然后回老家 也不能一直在家里待着呀 有时候会出去找朋友啊 一块出去玩会儿 但都是同性朋友 可能就是打游戏的时候 没有及时地回复他的信息 有时候他给我打视频 我没有看见 然后他就不开心 到时候还得哄他 因为这件事情 我俩就是吵了一次 他总是患得患失的 一直总是给我提分手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 都出去打游戏啊 你都不告诉我 去哪跟谁 但是我之后 我看见消息以后 我会及时回复你啊 那都多久之后了呀